大家好 這裡是原來是醬紙頻道 今天我們來看看石湖區 其實石湖現在已經差不多九月了 所以它成長期已經接近 快要最後一個成長期 其實所有的石湖呢 它的成長期有兩個時間 一個是春天 就是春天在開花花到夏天之前 它是一個大成長期 除了天空石湖之外 因為天空石湖比較喜歡熱 那有些石湖是不喜歡那麼熱的環境 所以它的成長期反而是落在 春天到夏天之間 到太熱的時候 夏天是有的時候會停止成長 那到了秋天 就是它另外一個成長期的開始 秋天到冬天之間 它是比較偏冷的狀況 這時候溫差比較大 那時候的石湖會成長得非常非常的好 當然每個成長期 它所需要的肥料有所不同 到了秋天以後 你可能就需要給它一些 讓它慢慢的吹它花的一些肥料 就是你蛋鱗甲的鱗甲比例就要提高了 這時候呢 它的 蛋的時候 它的葉子會長比較多 那鱗甲比例提高的時候 它的細胞幣會變厚 所以它的植株也會變厚 那時候植株會變胖胖的 那除了天空石湖之外 有些像比較怕熱的 它的成長期都在秋天左右 接下來的秋天溫差會變大 所以它成長期就開始 準備開始 那時候的有些失誤的成長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它會有兩個不同的成長期 像這種農碧里 這種成長期在秋天的時候會很快 我覺得 在相對的夏天而言會比較快 夏天的時候會比較停頓一點點 因為太熱了 所以它有點生長停頓的狀況 所以每個季節每個季節的狀況不太一樣 跟每種的環境狀況也不太一樣 種類也有差別 像蝴蝶蘭的種類 如果你是耐熱的蝴蝶蘭 像蝦莉莉、史達西 那個都比較耐熱 所以它夏天也會成長 那到了秋天呢 像有些蝴蝶蘭 像我最近很喜歡的瑪莉 最近有在看瑪莉 瑪莉我可能會種不活 所以我不太敢種 那瑪莉的話 它就是屬於需要溫度濕度比較高的 它是需要夏天太熱 但是它就需要濕度高 那冬天又怕冷 所以這個是很麻煩的一種蘭花 那但是它花質真的很漂亮 而且它又有橘子香 可是沒辦法 因為這邊可能要種種看 不知道會不會活 想要弄一顆回來種種看 可是我怕會死掉了 好 那這時候呢 到了秋冬的時候 你就要改肥料了 就是它林甲比例要更換 跟夏天的時候會有所不一樣 像這種枝條啊 在秋冬以後它會再更粗 那個粗的速度會不一樣 那所以呢 當秋天以後我們會調整 肥料的比例跟夏天也不太一樣 夏天主要是以蛋為主 就是如果是花寶的話 大概是二十二十二十這個濃度 就是標準的生長肥為主 那秋冬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把它林甲比例提高 所以它那時候的成長的速度 跟現在的速度又不太一樣 隨著不同種類狀況也不太一樣 所以但是石壺類的 秋天絕對是它一個成長的速度 很快的時候 甚至有時候有些天空食物 在秋天的時候 還會有秋芽的產生 秋天的芽產生 像我兩顆天空食物 那就會產生秋芽 秋天的時候它的芽 會重新長新芽出來 就是溫度變低的時候 那到了十二月以後呢 就停止施肥 那時候大概十一月以後 你就可以開始給它一些開花肥的東西 到了十二月以後就停止施肥 到明年隔天再重新開始生長的時候 再開始施肥 所以它施肥是有一定的規則性的 隨著不同的季節給它不同的肥料 那現在石壺類的大部分成長季準備要開始 所以我會建議的話 你要給肥料的話 可以開始給 因為有時候夏天 其實如果你肥料用太 它會停止生長 所以你給肥料也沒什麼用 秋天以後它開始變冷 主要是溫差 溫差開始出來以後呢 就是秋天的感覺出來以後呢 這時候它的成長季開始 你就可以給肥料的時候 它成長速度就會快 特別是一些原本在低海拔 偏中海拔的物種 那時候它們的速度就會加快 就不是像現在有時候是停頓 你會發現夏天有時候 你的石壺籃是停頓的狀況 就是不太長 因為它就是太熱了 變成說它太熱 它反而成長速度會變慢 在秋天以後呢 它就增加速度就會增快 OK 那今天所講的就是 石壺籃的成長期 那不知道你們今年養得怎麼樣呢 今年養得好像還不錯 這顆其實是 這顆其實是綠寶石 就是去年我給人家買的高牙的綠寶石 今年長起來長得好像還OK啦 好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訂閱跟分享我們 那我們下一次見囉 拜拜